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二季的好味道 如果你喜歡看煮食片的話,不妨按訂閱鍵 我們每逢135都會有新的煮食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紅燒獅子頭 我們先講講材料 有豬肉 冬菇 馬蹄 薑 雞蛋 青雞湯 紹興酒 老抽 生抽 胡椒粉 糖 鹽 和生粉 片尾的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講講做法 冬菇用清水浸一個小時 然後 再將浸好的冬菇切成小粒 薑去皮 再切成薑 再切成薑活 把馬蹄洗乾淨之後,再去皮 然後將馬蹄切成小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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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豬肉切成小粒 把豬肉切成小粒 再將豬肉切成豬絞肉 加入胡椒粉 加入胡椒粉 糖 鹽 和生抽調味 再加入生粉 紹興酒 和一隻雞蛋 將材料拌勻 把豬肉切成小粒 再用手把豬肉切成小粒 把豬肉切成小粒 豬肉切成小粒 麻蹄和冬菇 將材料拌勻 將材料拌勻 醃最少30分鐘 最好過夜 再將醃好的豬絞肉 大約1個小粒 去腋肉切成小粒 將醃好的豬肉切成小粒 一個橙這麼大的肉丸 用大火起鍋, 加入適量的油 然後將豬肉放入鍋裡炸 久不久要轉一轉肉丸 確保每一面都可以平均地受熱 將肉丸炸成金黃色 當四面都變成金黃色的時候 就可以將肉丸撈起備用 半碟的做法 將小糖菜洗乾淨 然後一開為二 煲熱一鍋水 再加入一茶匙糖和油 然後就可以放入小糖菜 煮大約兩分鐘左右 直到小糖菜完全熟透 然後就可以把小糖菜撈起 放涼備用 重新起鍋, 加入一茶匙油 再放入肉丸 然後加入一小碗清雞湯 然後加入一小碗清雞湯 再加入鹽 糖 和老抽 然後加入一小碗清雞湯 久不久要將獅子頭轉一轉 令它可以平均地吸收到醬汁 再轉用小火煮15分鐘左右 然後就可以把獅子頭撈起,放在碗中 再分兩至三次加入生分水勾芡 最後將醬汁淋在獅子頭上 就完成,可以上碟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知道有朋友喜歡這個菜式的話 就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再講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 或者按下面的連結去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都可以去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按LIKE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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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